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利希昌斯克最新的一个战况 那么截止当地时间6月30号 北顿尼斯克利希昌斯克方向 俄军已经控制了利希昌斯克炼油厂 这个炼油厂在哪呢?我之前说过 在上卡米扬卡,在这 这有个炼油厂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上卡米扬卡 俄军现在正在左落塔利夫卡 以及比洛格利夫卡 这个方向正在进行战斗 实际上这个地区 大家看中间有一个空白区 这个空白区长度只有4公里 这4公里实际上就是利希昌斯克最后突围的最后4公里 从利希昌斯克乌军只能从这4公里方向突围 也就是说现在乌军 它唯一的突围口只有4公里 就是这个比洛格利夫卡 左落塔利夫卡这两个城市之间4公里 那如果俄军能够占领比洛格利夫卡 那实际上这4公里就被完全封住 利希昌斯克的乌军就被完全封锁在北斗尼斯克河 那现在俄军在上卡米亚卡的一个战斗也非常惨烈 我后面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 这个段视频是在利希昌斯克 那么俄军的车臣特种部队 在利希昌斯克作战的一个画面 非常血腥 我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画面没经过处理 没有马赛克 所以很多观众看的时候 要有心理准备 要有心理准备 我再说一遍 要有心理准备 很多东西是没有马赛克的 所以那个战场那些真实的东西 你看到以后 很可能对你心理造成冲击 所以我建议大家 我建议大家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再看 没有思想准备的 不要看 不要轻易看 再强调一遍 没有准备的千万不要轻易打开那个视频 那这个利希昌斯克战斗呢 实际上非常惨烈啊 这个上卡米扬卡啊 这个油田设施啊 大家看这是油田设施啊 这个油田设施实际上呢 为乌军在利希昌斯克的武装部队提供仓储 运转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来自于阿特木 通过高速路 向利希昌斯克运送的武器弹药在这进行中转 一部分向塞菩尔斯克中转 一部分向利希昌斯克中转 看到了吧 所以这个上卡米扬卡是他的中转中心 现在俄军已经完全占领了 那完全占领的实际上就是封锁住了 利希昌斯克 他最最后的这个转运中心 利希昌斯克对外的联系 对外的联系就被完全切断了 包括他的武器弹药 只能是越来越少 那么现在卢干斯克人民共国呢 现在正在对上卡米扬卡北部地区 佐洛塔利夫卡 这个展开战斗 现在呢 截止目前我做节目这个时刻呢 佐洛塔利夫卡呢 大步已经被俄军占领 最新的消息是大步已经被俄军占领 俄军的前锋呢 已经在比洛格里夫卡 和乌军有交火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两个城市很快也会被俄军攻击 那么现在利希昌斯克呢 实际上呢 城区的战斗啊 主要集中在这个北部地区 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的名字呢 实际上叫 新热福斯克 就是这个洪泉处 看到了吧 新热福斯克 这个地区呢 集中了乌军的 利希昌斯克防疫集团军群的指挥中心 他的指挥部现在从利希昌斯克市中心已经转移到这个北部地区 另外呢 还有大量的外国工军 以及这个基辅方面的高官都在这个区 你看到吗 在这个区 这就是前面我给大家介绍 为什么俄军开始进攻 利希昌斯克北部地区 占领着这座城 越过北顿斯克 实际上呢 就是要对乌军他的司令部 他这个总部所在地发起进攻 现在来看呢 这个战斗呢 还是一直在僵持啊 因为这个地区聚集了大量的 乌军的主力 包括外国工军 那么利希昌这个主力部队呢 向北实际上是由于南部地区受到了压力 上卡米亚卡这个方向一直在向北推 另外利希昌斯克城区的战斗呢 由南部也转到北部 所以呢 他的总部向北转移 向北转移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了啊 就在北部地区的新鲁热福斯克在这 包括大量的外国工军啊 从北顿斯克撤退的一些外国工军 也都集中在这 包括美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官 基辅方面的这个高级官员 乌军的将领 实际上也在这 前一段时间没有突围成功的 一些乌军的高级将领 也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未来呢 很有可能会沿 比如哥利夫卡这个方向 沿北顿斯克撤退到塞菩尔斯克 那会寻求突破 那么俄军现在在北部地区也正在 对这个城市 对这个城市 也在争夺 所以俄军如果占领这里 那么 他的这个 新鲁热福斯克 这个地区的乌军想要撤退到 塞菩尔斯克就很难了 看到了吗 这一战 这一战 完全切断了他最后的退路 利息昌斯克就完全封住了 这是未来争夺的焦点 这个区域 那最后呢 我觉得俄军会将这个 把新鲁热福斯克完全包围住 这个就类似于之前的 那么在塞菩尔斯克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是俄军呢 在亚务比尔的特种部队呢 已经越过北敦斯河 对塞菩尔斯克的 这个前沿阵地 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洗澡 现在乌军呢 已经确认啊 有俄特种部队 已经渗透到塞菩尔斯克周边地区 而且是定期 定期的越过北敦斯河 对塞菩尔斯克进行侵察 抵近侵察 我前面说过啊 实际上这个 亚务比尔 北敦斯河 奥泽涅 实际上这个城市 俄军已经占领了 那么通过这个大桥 通过这个大桥 那么经常性的定期 会越过北敦斯河 渗透到塞菩尔斯克周边地区 进行洗澡 实际上就是对塞菩尔斯克进行侵察 那么俄军很有可能会在 短时间内 会在近期短时间内 越过北敦斯河 对塞菩尔斯克发起攻击 那实际上对塞菩尔斯克 如果发起攻击 利益昌这个的守军 就完全失去了撤退的希望了 这个定期的火力侦察呢 我觉得也是在 也是在警告塞菩尔斯克的乌军 不要向这个方向 集中过多的兵力 因为现在阿特木方向 大量的兵员向塞菩尔斯克 向利益昌斯克这个方向 集中 如果俄军能够对塞菩尔斯克 形成威胁的话 那么乌军 他南下在阿特木形成防御 这个方向的乌军 不会增援 那么俄军包围塞菩尔斯克 受到压力就减小了 所以俄军也会定期的越过 北敦河对他进行火力侦察 实际上也是在警告乌克兰 那么看得非常清楚 利益昌斯克 斯拉维扬斯克之间 塞菩尔斯克 未来就成为关键 因为他有一条高松路 这个是连接斯拉维扬斯克 最重要的 最重要 也是最紧剩的一条 紧剩的一条高松路 就这条高松路 还有乌军控制 那这就是现在 利益昌斯克 敦巴斯最新的一个情况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再及时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